内明才是佛法 读不能这样 怎能教化有情 独萨的自立立他行 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 古明之学当然属于 国学内明的最多 语文学生明的次之 理学一方明属于教育 读导心理分析 安明辽阔的再次之 而理则学一明与科学功巧明的 算是比较不相关而难取 或许版本考证 文字较开语笔者利用 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 经文之类就可数之 在谢清俊及林溪和传的 小于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 发展概要大于一文曾提到 资料汇集后会产生新的讯息 经相互攻击参照 能发前人所未见 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再加上可以用计算机 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和处理 古籍的电子化时 适时古籍活出现在风貌最佳 也是唯一的选择 法谷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小于六祖谈经 文献考察之前探大于 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 但是尚未分类 如果能以五名之学分类 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 可先用过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处分类 哦 因为六祖谈经的经文 看心、看镜、不看心、不看镜 或是这心、这镜、这镜、或这心不镜、不镜、镜 文献组